今天上午我们在直播里面给大家看了一下一个小朋友刘德的一个体检报告 我们为什么非常希望大家去做一下自己的生化指标 让我们对自己的过往的健康过往的生活习惯的下一个总结 就你们今天做的就是对于过往的一个总结 因为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伙伴的话也都慢慢开始去做 确实都发现了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有一些年纪不大的伙伴 其实他的血压已经到了180 其实这就是一个到了三期高血压的一个标准 就这种标准了 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指标 但是很多人开始慢慢慢慢的简单的测一下 我们的腰臀比知道了这个胰岛素抵抗 还有很多人很年轻不到30岁 做完之后发现自己的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 大家就会关心低密度脂蛋白是干什么的 这是不是寓意着我的血管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拿出来两三天的时间让大家慢慢的了解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胆固醇 为什么像以前大家说起来胆固醇的时候 总是会觉得恐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像肥肉一样导致我们的洗脑血管出现问题 其实当大家会发现胆固醇的时候要知道这是在医学当中在解剖学里面发现的 因为当我们切开了血管发现里面有一些纸质的斑块 那么当我们检测这个斑块的时候发现这就是胆固醇 那么好得出来一个结论好胆固醇会堵塞血管这是对人体有害的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 但是现在的科学进步让我们开始再重新认识 我们给大家讲课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 30年前我们看胆固醇 20年前看什么呢 看低密度脂蛋白 10年前看什么呢 看极低密度脂蛋白 但是现在我们在看什么呢 我们看胆固醇还有你的甘油三指和高密度的比 所以说大家对于血管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沉积在这里 这十几二十年来都在不断的有着很多很多的进步 因为现在我们就会发现没有胆固醇人类是不能生活的 比如说我们胆固醇合成雌性激素合成高通 就是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 胆固醇都是我们性激素的一个第二来源 所以我们说女孩子身上适度的胆固醇 适度的微胖是没问题的 但是太胖之后 你的内分泌系统是一定要受影响 所以说她还可以进入肾上线合成激素 修复神经改善记忆 那么包括我们消化脂肪的胆质 都是由胆固醇构成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生素D 如果说你身上完全没有胆固醇 维生素D是没有办法生成的 而维生素D又是我们肌肉合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们给大家讲过 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Omega6 包括我们的低密度质蛋白 它们起到的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人体的一个哨兵 那么当他们遇到一些已经特殊的信号 发现有病毒 发现有细菌的时候 那么它会召唤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 这是我们的脂蛋白的一个作用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低密度脂蛋白特别不稳定 低密度脂蛋白 它一旦碰到细菌壁里的成分 它就会变成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被吸收脂肪的细胞所吸收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大家的体内造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根本原因 一定要从两个方向上去考虑 一个是氧化 抗氧化 抗氧化 说了无数遍 还有就是糖化 抗糖化 这两个目的的核心的价值 就是控制你的低密度脂蛋白 被糖化 被氧化 这是一个核心的目的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些被糖化 被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 它能够被吸收的时候 人体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免疫反应 就是我们说 当这个细胞 低密度脂蛋白 它氧化之后 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不太认识它了 不太识别它了 会怎么办呢 召唤免疫系统去攻击它 这就是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危害 远远比一个低密度脂蛋白更大 所以你会发现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逻辑 就像早晨我们给大家讲的 到底是糖还是脂肪 每一个的代谢机制 都会有不一样的反应一样 所以说 一旦你身体当中的 就是已经糖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了 就意味着你的体内 有太多的外来物质 刺激着你的免疫系统 就是我们所说的炎症反应 这其实才是人类控制的一个中心点 胆固醇一般会从这样的几个地方来 以往我们会认为吃的胆固醇 就是你血管里的胆固醇 其实慢慢的发现不对 因为吃的胆固醇 它要将经过我们的肝脏 进入我们的消化系统 那么大多数我们人体里边的胆固醇 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分泌 我们吃的胆固醇 和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量 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大家在吃鸡蛋的时候等等 包括吃肉的时候 不用太担心里边胆固醇的量 因为人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节机制 就是你吃了十个鸡蛋 或者你吃了五个鸡蛋 你胆固醇不是高了吗 那么在这个环境之下 你的身体的自动的合成 就不再大量的这种合成了 那么如果你吃的比较少 我们的身体当中会自动的多分泌一些 它是一个互相的对称的机制 所以吃的胆固醇和我们血管内的胆固醇 它不完全是一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大家说起来 有些实验看起来也是挺荒谬的 俄罗斯的病理学家 给兔子喂过胆固醇 确实导致了兔子体内产生动脉中央的这种斑块 但是这个实验其实没有太多道理 为什么这么说 兔子本身是吃素的 你强行给它灌挡过醇下去的话 它代谢不了 这个很正常 它没这个机制 就像上午我们所讲的 我们正常的人本来是具有把碳水转化成脂肪 把脂肪转化成碳水的这样一个对象的一个能力 但是我们常年只干的一件事 多吃碳水 然后转化成脂肪 那么脂肪转化成碳水这件事你还要去重新学习 你本来会 但是你要去学 但是现在兔子它没这个职能 你这么去喂它的话 肯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但是确实尤其是在美国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整个饮食结构 高糖高质量是比较大 是美国人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标准 就是血液当中的党固醇的水平高 那么它患心脏病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好像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觉得党固醇成了心脏病的天理 现在可能很多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脑海当中还会有这样的印象 我们小时候受到了太多的这样的教育 其实恰恰相反就是脂肪和党固醇 它在我们体内的运输方式不是像我们日常的食物消化一样 通过肠道进入血液 它是通过淋巴 然后直接输入到我们的大静脉 所以大家会发现党固醇如果不是一个好东西 它不会先给我们的心脏用 心脏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我们要全力以赴 给它一个最安全的位置 前后都有骨骼 会全力的保护它 所以说心脏用完之后才会把它拿走 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人类在选择这个党固醇的时候 它是优先给心脏的 现在医学界有一个非常错误的理论 就是大家把这个党固醇理解成为是一个坏家伙 就像我们说的 确实你切开我们的这个 以堵塞的这个动脉血管啊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确实会有这个东西 大家就认为它有作用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说的饱和脂肪 大家可看到的这些黄油 最明显 甚至包括猪油这些东西 它在我们的常温之下 只要是在夏天 它会成为一个流动的液态 我们的体内呢 我们的正常体温是37度 那么我们的体内的温度是39度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下的话 这样的一些脂肪 它不太容易成块 它不应该是成块的道理 那么所以说 这个其中是人类对它的认知上 还是有了一些的问题 就是它不是一个 它是流动性的结构 它能够在原地沉积下来 它变不了了 一定加了别的东西 加了什么 一会我们会讲到这个事情 我们先说一个实验的结果吧 就是美国呢 也是在这么多年以来 要求降低人类的这个胆固醇的水平 包括呢 就让大家低脂肪 低胆固醇 那么并大量的服务 降胆固醇的药物 所以说它叮 是在美国出现的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现在我们开始重新反思 药物是不是真的可以让我们的人类 寿命延长 真的让我们活得健康 所以现在整个社会上 对于阿斯匹林 对于它叮 这种药物呢 又都开始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观察 美国做了两个实验 一个是1977到1978 一个2005到2008 这两年 美国人将脂肪的瘦量 从85.6到了75.2 那么把这个脂肪的功能比 从39降到33 就是都有一定的下降 但是呢 美国并没有解决他们所谓的肥胖症 在美国很多很多 大胖子在美国非常多 胖尿病心脏病非常多 到现在为止 每年美国有100万人心脏病发作 肥胖和糖尿病 是美国人的流行病 也就是说 我们统计 他们在死于某种流行病的时候 比如传染病的时候 其实背后 很多人都伴随着肥胖和糖尿病的因素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因素当中 我们可以重新去思考这个事情 胆固醇和脂肪 现在开始慢慢的发现 它不是导致我们心脏病的罪魁祸首 什么才是呢 炎症 就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牵着的一个字 中国人其实很聪明 远就是在没有发生炎症之前 用了一个字在告诉我们 什么呢 火 两个火放到一起 叫做炎 那么 把两个火外边加个病字旁 叫做什么 叫做痰 其实在中医的范畴当中 痰不是你喉咙里边咳出来的 那个可以看到的这个问题 中医所说的痰湿体质的很多问题 其实就是在描述了你身体血管当中的问题 就是这一坨白白的东西 这一坨粘腻的东西堵在你的血管当中 中医同样把它列为了痰的范畴 凝固的 液态的 不可移动的 粘腻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痰 其实恰恰是火到炎到痰的这一个转变 非常清晰的解释了我们的血管内壁的一个变迁 你粘膜表面的垃圾 你向外排的时候 是一种我们人可见的痰 但是我们总说的这种痰湿体质 说你的体内有一个小痰瘾 大家总是不理解这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在描述的你的血管的很多很多地方 有这样的一些炎症的爆发点 它已经形成了一种钙化 那么现代也已经发现是什么呢 这样的一些炎症和被氧化的低密度指南的颗粒 它们才能够结合到一起 才能够穿透我们的动脉 形成我们的钙造就是这个钙化点 所以说现在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 动脉周样硬化是一种炎症 它不是一个血管的某种意义上的病变 那么既然炎症 我们再回归到中国古人传统当中的一句话 鱼生火肉生痰 萝卜白菜保平安 所以在这句话当中 其实中国古人已经很聪明的告诉了我们 鱼也好 包括肉也好 这些我们所说的动物性的脂肪涉及到多了之后 你会发现它们的区别鱼只是到生火这个地步 那么肉就要生痰 所以萝卜白菜是一个保平安的东西 那么这个其中其实就告诉我们 如果你的内皮细胞没有炎症 没有受损 胆固醇穿不过去就不会停留在血管壁上 大家一定要记住 胆固醇是一个脂肪类的物质 它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在我们的人体内39度的温度之下 它不会停留 它可以随着我们的栽质蛋白跑来跑去 但是它为什么停住 是因为你的内皮细胞有炎症 内皮细胞受损 这就是我们 它被糖化 它被氧化 那么随着你大量的体内的慢性炎症的发作 那么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 因为很多中国人对于疾病的理解还是很肤浅 就像大家说起来传染病的话 就是说起来感冒就知道是感冒 根本分不清什么病毒性的 什么细菌性的 大家说起来炎症的时候 想的是什么 胳膊扭了 肿了 或者是什么呢 蚊子咬了 或者说我这边受了一个伤口 开始化脓了 大家对于炎症的理解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其实它产生的红肿灼热 这个叫做急性炎症 它是人体受伤之后快速的一种病理反应 但是相比之下慢性炎症的发生很慢 但是危害性很大 能蔓延的很长很长的时间 你比如说我们 大家说患取 就是罹患慢性炎症的几大方式 第一个抽烟喝酒 抽烟喝酒的话 让你体内的氧化因子变得更多 体内处于一个高氧化环境容易导致的 还有什么呢 摄入反式脂肪酸 我们讲了很多次 还有加工过的肉类 加工过的肉类 什么叫做加工 凡是这个食物需要五到六种以上的调料 那么它需要在自然界当中 自然保存的时间很长 那么这种食物 我们都要把它列为加工性的食物 这种红肉类东西是非常严重的 还有是什么呢 高糖食物 高糖的高油的这些食物 都算做醋盐食物 其实我们真正去想在我们生活当中 大家想到什么东西能够让你上火 其实中国人对于这方面的东西呢 还是慢慢慢慢的能够想明白的 烧烤 是不是我们内心当中认为一个容易上火的食物 那么它就具有着一个醋盐反应 那么它是什么呢 加工食物 那么红肉 高脂肪类的 这个它符合这个特征 那么我们想到的 还有什么是上火的食物呢 比如说油条 是不是大家看见容易上火 我们看见油炸食物 凡是中国人脑海当中能够想到上火的食物 基本上都是列为醋盐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还有一个 我们高血压本身也可以引起我们的慢性炎症 而我们想到 大家去想一想这样的一些去火的食物 是什么 瓜果蔬菜类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常说的去火 其实这样的一些食物 对于身体的最大价值就是一个 除了补充维生素矿物质这些之外 它能够降低我们身体的一个炎症反应 炎症反应是怎么发生 因为人体有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免疫系统 我们说过再三跟大家强调 要把化工合成的调料 上升到醋盐食物的一个高度 为什么呢 你只要是吃了一点点的毒素 你的身体会产生炎症反应 你要攻击它 要排除它 但是呢 太多太多 你生活当中原本没有接触的化学调料 甚至来讲 包括我们说的过敏 过敏说起来的话 因为马上就要进入春天 我们很容易有些人遇到了柳絮 或者遇到了一些花粉 或者遇到了一些尘满 我们会产生皮肤红肿痒的这个反应 对不对 大家遇到了这个反应的话 我们都说这叫问题肌肤 或者这叫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就是当我们的身体遇到了一个 你日常不太接触 不太熟悉的物体所产生的炎症反应 这就是炎症反应 过敏本身就是一种炎症反应 那么这个物质 当它到了一定的量 会促使你体内的一个免疫反应 但是我们身体当中 对于所有他没见过的东西 都会有这种微弱的反应 尤其是你食物当中 但是它的微量是极低 就是我给你加一点点 你的身体可能没有到达这种免疫反应的严重程度 但是这些东西本身来讲 都会促使你的身体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这就是我们说的 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去注意的 除了这样的一些说法之外 大家在生活当中 尤其是一些零食类 就刚才我拿到了我们一个员工身边的一个小零食 一个小锅吧 我看了一眼 大家想象不到一个所谓的小锅吧 100克标注量 它的碳水量是71 脂肪量是23 也就是说你吃100克这样的一个小食品 你就摄入了70几克的碳水 你就摄入多少呢 20多克的脂肪 也就是作为我们一个人的正常生活 如果说你要想追求低碳 你这一天这一包小零食 就是100克的小零食 两包左右的小零食 你一天的碳水量 一天的脂肪量都够了 甚至都超标了 你就只能靠吃蔬菜了 但是呢 这一点点的碳水 这一点点的脂肪量 它并不是所谓的优质脂肪 也不是我们所谓的优质碳水 就是它给不了你碳水里边 原本应该有蛋白质 它也给不了你脂肪里边 原本应有的这种脂溶性维生素 所以这种身加工类的食品 和我们不能识别配方的产品 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 类风湿因子高 还有是什么呢 一些身体当中潜在的免疫反应 给大家一个建议吧 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的高敏C反应蛋白 高敏C反应蛋白呢 我为什么说大家在做这个身体的生化的时候 要加几项 早上呢 刘德呢 他是没跟我说 他就做了一个生化 所以他里边缺了几项 一个是大家记一下 维生素除了标准生化之外 加个维生素D 到底看看你们的维生素D低不低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类风湿因子 还有一个呢 就是高敏C反应蛋白 其实类风湿因子和高敏C反应蛋白呢 都是我们想看一看 你体内自身的炎症指标的一个物质 就你体内有没有慢性炎症 它是不是存在 那么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慢性炎症 再加上我们对比你自己的低密度脂蛋白 总党故水平等等综合因素 就非常容易判定大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你也能够更清晰的知道自己 你以前的饮食是不是已经让你的生活出现了 慢性炎症反应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C反应蛋白的水平呢 应该是每分升一毫克 这是一个标准 如果C反应蛋白上升了 但是你没有感染的迹象 就比如说 很多人说我类风湿因子高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这个样子 我类风湿因子高 但是我哪都不疼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非常特异性的免疫类的数字 就告诉我们你没有感染的迹象 你也没有类风湿这种症状 它为什么会高 就是你的免疫系统产生了一种过度的 所谓叫做攻击性反应 所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 我们说这个C反应蛋白这个水平比较高的人 它的党固醇水平 它的党固醇的水平也很高 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党固醇来修复这种C反应蛋白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我们自身的你这个反应蛋白很低 那么我们可以就不关心你的这个党固醇 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数值参考的就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慢性炎症是心脏病的根源 所以我们所倡导的健康饮食纯净饮食 为什么我们把调料上升到了这么重要的一个高度 就像我们上午给大家讲的 让大家要学会调动你身体自己的对于一个脂肪类物质的消耗功能 我们为什么要非常强调慢性炎症 不要觉得慢性炎症只是侵犯你的关节造成是什么 我们所说的这个老年性的什么 什么就是这个肩周炎等等的问题 或者造成一些其他问题的疾病 慢性炎症每个人发生的地方不一样 皮肤表面有 心脏里面有 血管里面有 关节上面有 肌肉上面有 每个人都不一样 在心脏当中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是慢性炎症 所以说这句话又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关注心脏疾病 第一个问题不是降低胆固醇 而是什么呢 发现和治疗炎症 慢性炎症 无药可救 在于哪里 调整你的饮食 把你的体重降下来 把你的脂肪减掉 然后的话呢 让我们从促炎饮食变成低促炎饮食 就是让你的体内 所有能够让你的炎症发展的 都要开始控制 就像我们讲的 挫疮就是一个非常浅显的炎症 过敏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炎症 你比如说 就像我们说的 很多人在说起来胆固醇膏的时候呢 都是比较担心的这种蛋黄 但是蛋黄它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特点 这才是鸡蛋的核心营养 我们说过整个鸡蛋是一个细胞 那么它的受精卵 就是蛋黄中间深颜色的一个小点 其实真的一点 它的整个蛋黄就是为它的鸡宝宝的生长和成活 来准备的全部的营养 相对来讲 蛋白倒还比较差 蛋白呢 在整个的鸡蛋的结构当中 它是一个缓冲层 就是不要撞击到它的核心营养物质 类似于妈妈肚子里边的养水 这样的一个缓冲作用 所以它只有一个蛋白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大家在怕这个胆固醇的时候呢 把蛋黄扔掉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惜的 因为它里面毕竟有类胡萝卜素 氨基酸 脂溶性维生素A 包括维生素K 还有90%以上的钙铁磷 包括硫氨素 叶酸 维生素B12等等 非常非常的优质的 还有一个蛋黄本身也是我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你比如说像叶黄素玉米黄素能够预防我们的黄斑病变 那么让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就是不吃肝脏 现在吃肝脏的人越来越少 以前我们所说的这种羊肝明目等等的 其实就是来自于它里边的一些维生素A 包括叶黄黄素等等之类的 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的胆碱的唯一来源就是蛋黄 胆碱其实一个是一个有助于预防脂肪肝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理解在整个的生活当中 你所控制的从重盐 重醋盐到轻醋盐 我们要对它有一个时间 有一个重要性的概念 鸡蛋在里边 它不是最重要的醋盐成分 就是你在整个的饮食当中 如果说你的面前摆着烧烤和鸡蛋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鸡蛋 但是鸡蛋是我们人类可以接受的 那么在烹饪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 如果说你每天用比如说用你比如说菜籽油 每天炒鸡蛋吃 这样的话你伴随着鸡蛋摄入了大量的Omega-6 那么鸡蛋的醋盐作用其实是在你用的这个烹饪油身上体现出来了 所以当我们给大家讲的这种鸡蛋这些物质的时候 大家应该更清澈的理解 我们是说的是炒制煮鸡蛋 或者说是什么呢 水铺蛋 而不要你当我们说的是鸡蛋里边的脂肪挡过醇 但是你用了一个比较差的撕拉油 大量的油去炒它 其实你破坏了鸡蛋里面的这样一个营养结构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家要用炮制的思想去看我们的饮食结构 那么采取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吃法 所以说鸡蛋你如果说煮一煮吃 或者在水里面就是做个水铺蛋 这样吃都没问题 那么但是我们人类的日常的饮食结构当中 保证每天一个鸡蛋是没问题的 但是同时的这个情况之下 你们50克的是什么呢 其他的肉类的分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一直在给大家强调Omega3跟Omega6的比例 中国人现在的比例是1比50 这样的一个就是3和6的比 这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我们想要控制炎症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就是提高我们Omega3的比例 所以我们非常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去添加我们的亚麻兹 添加亚麻兹粉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降低我们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比例 我们所说的现在精米白面 经过了精致之后 里边的维生素B没有了 膳食纤维没有了 那么它里边的非常多的营养物质都被人类去除 剩下了胚乳就是最核心的糖这一部分 那么这样的一些食物 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把它列为了醋盐食物 所以大家就会想象一下我们最简单的一个鸡蛋炒饭 在这个里边我们说鸡蛋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营养物质来源 但是你里面加了油 甚至你里面或加了香肠 这是加工肉类 甚至你里面还要加了一些味精类的调料 甚至你里面还加了一些合成性的酱油等等等等的 你就会在这里面的话是一大堆的不良饮食包裹着一个鸡蛋 而且你炒鸡蛋的时候还加了非常多的 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油脂 所以像鸡蛋炒饭这样的一个食材 在总体上就被我们要列为到醋盐饮食当中 所以说饮食结构的搭配和选择 还有一个组合方式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理解蔬菜理解水果 它对于我们未来生命的重要性 大家不要觉得我还很年轻 好像我在二十多岁 因为我现在手边拿到了二十六七岁到四十五六岁 很多人的这种体检报告 确实让我们很担心 还是这句话 中国人的物资供应水平是从90年差不多开始 就是敞开供应 市场化 我们的什么店都开始多了 满大街都是各种各种的这种美食 都是很方便去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如何挑出来三两个可以吃的 如何选择到对你的身体有好处的食物 就需要我们有着一个更丰富的大脑 人类的生命其实有这样一个过程 你虽然说你的寿命可能能到八十岁 但是你是怎么活到八十岁 是前五十年在这里在这里胡吃 那么五十岁以后 这三十年就是天天跑医院 也没有时间考虑到生活的质量 也没有考虑到生活的美好 每天在药物的辅助之下 这样的维持着生命 这也是一个活法 那么我们更希望大家是什么呢 掌握自己生命的主动权 真的知道原来医院也就是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简简单单的一个处理 让我自己的身体处于不需要去医院 能够自己去游山玩水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这可能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个状态 我们今天下午的分享 让大家初步的了解了一下胆部纯 我们在后边 后来大家慢慢的更深的理解它的意义 还有说更深的理解谷物的意义 更深的理解营养化蛋 还有我们的气血知识 我们都会交叉性的给大家进行 让大家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 多一点健康的收获 少一点这种身体健康上面的烦恼 其实很多问题 就像刚才中午我遇到了 昨天跟我一起做直播的小伙子田一五 他说他昨天就是难得睡了一个好觉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到医院里边可能几千块钱 一直在折腾他的心脏检查 但是就是因为他的一个胸椎问题 做了做压腹位和拉伸这样的动作 其实就可以解决 所以说找到问题的根源 我们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 处理一些生活当中的隐患 这才是我们想带给大家的价值 好 我们今天下午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